最近一個多月來呢 因為違建引發的大火是問題不斷的發生 那麼消極會今天就呼籲了建築法的修正案 從前年躺在立法院卡關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 一動都不動 要修法的立委趕快面對處理 不要因為關說壓力而不敢修法 消防人員不停灑水降溫 因為搶救受困人員分秒必爭 但是從上個月28號開始 南港新中路一棟大樓違建加蓋大火 燒死一個人後 1月20號桃園新屋保齡球館又因為高溫 造成違建鐵皮屋頂整個塌陷 酿成六名消防員不幸殉職的悲劇 但才過了七天 中立一間烤漆工廠又發生大火 造成14人受傷兩命為的悲劇 短短一個月三場大火而且都是違建 讓人不禁想問政府難道都沒在管嗎 有經費來源卻不作為 而且沒有一個積極性跟擔當 這樣一個違章的行為 就會變成是一個將錯就錯 就地合理化的過程 該怎麼從源頭翻轉 消極會指出打從2012年4月起 建築法修正後就已經明確規定 違建可以積極查報 但地方政府往往都是等到民眾舉發了 才要罰措施拆除先機 直到前年6月修正案送審後 明定拆違建有期限 也確立了行政責任和加重罰則 這些項目 但至今都過了一年半了 還是躺在立院一點下文都沒有 學者就指出修法後如果出問題 有啟造人也就是建設公司負責 對全民才有好處 他就不要有這種所謂的一開始就設計 違章建築的一個 一個欲為這個規劃存在 PC的這個透明板 或者是某些這個空間 它把它圍起來變成社區的圖書館 不靠人指點學者教 怎麼辨別違建 不只希望明代官說 別來亂 讓建築法能順利修過 也要民眾提高警覺 抓違建 從自己先做起 郵電TV 陳菁姐 吳登麗 台北報導